防疫5月天再次一起亲上火线 因为 很遗憾 今天我们有7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有一例死亡的个案 7例境外移入对本土没有影响 但台湾死亡案例增加到10人 证明本国籍60多岁男性案935 去年1月到缅甸工作 在当地发病确诊 虽然一度症状缓解出院 但马上又因为呼吸困难 二次住院 之后决定返台治疗 不过情况始终不乐观 属于重症患者 住院期间因呼吸衰竭 持续使用呼吸器治疗 3月1日因病情恶化 使用液克膜治疗 那后续因多重器官衰竭 于着治病逝 他的年纪也是比较大的 那也除外 他有糖尿病高血压 在我们过去国内外的分析统计里面 都是可以看到高血压糖尿病 都是愈或比较差的一个危险因子 同时也传出 越南出现了第五位来自台湾的确诊个案 这位个案在出境前以及入境越南后 两次裁剪都阴性 但检疫期满前却呈现阳性 我们会针对他在台湾的 目前看起来有四位的密切接触者会做调查 那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检验机会 会再跟各位报告 另外AZ疫苗到货了 但何时能开打指挥中心说 等食药署完成检验提出报告 就会展开相关程序 大家新闻林体群好 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Vader